華貿慈善基金敗訴 工人心或陳振聰 這宗華貿集團已故主席龔余森 02年圍捉全息案 雖然只涉及律政司和基金兩方面 但昨天高等法院 判華貿慈善基金敗訴 裁定基金只是830億遺產的手托人 不是受益人之後 工人心都要說一或陳振聰 輸了一場官司 即是說基金怎樣用遺產 都要受約束和監管 那有沒有失望 我失望就是說 又要趕時間 又不可以立即工作 誰要我失望 我們說其他沒有失望 話就說是這樣說 不過基金代表律師說 基金很大機會上訴 07年因為子宮頸癌病世的豐余森 02年7月28日立合遺囑 第一段就寫 我所有財產在我離世之後 全部撥歸華貿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基金聲稱憑這一句 就可以證明基金是遺產受益人 圍捕其他內容指向指引 不用跟債 不過法官不認同 認為要了解 公余森立遺囑時的意向 就要看完整份遺囑 他說公余森遺囑明言 每張基金交入董事會任意操控 希望聯合國秘書長 中國總理和香港特首會造成管理機構監管 已經帶出公余森不打算任由基金 和董事支配遺產使用 又說雖然整份遺囑沒有提到信託這個字眼 但只要遺囑內容有信託的意思 已經足以證明公余森原意 是要成立信託 基金只是受託人 只遺囑要求基金供養和照顧 王多輝父母、家人和華貿員工 雖然不是自然活動 但法官認為基金可以行使著情權 達到相關要求 今次律政司以慈善事務守護者的身份 要求法庭傳息公余森遺囑獲判勝訴 他們的角色暫時告一段落 但如果發現基金違反受託人責任 沒有好好管理遺產 律政司可以再次介入 透過法庭 將以工人森為首的基金成員踢出局 工人森現在是華貿集團主席 基金受託管理遺產後 將會成為華貿集團最大股東 有律師就說 基金作為集團最大股東 可以權定誰擔任集團主席 換言之基金成員的變化 對華貿集團董事局的組成都會構成影響